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新电影《造型曝光》,角色一正一邪,影片有望2022年上映 杨子是许多影迷观众非常喜爱的影视演员 一部家有儿女被观众熟知战长沙的演技再次被网友认可 而《欢乐送中》的角色在获得网友狠批的时候 也收获演技上的再度肯定《香蜜沉沉》尽如双亲爱的 热爱的两部剧更是火爆全网 此前杨子出演的女心理师在获得网友关注的同时 也再次引发观众对于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关注 剧情主打温暖治愈,题材属性既敏感又细腻 真情实感的表达要优于影像叙事上的炫技和人物塑造上的强行启范儿 目前,杨子主演的另一部《现代都市情感剧余生请多指教》还未播出 但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关注 据消息称,这部剧作打算上线卫视播出 但目前仍没有定档消息 而近日,杨子主演的新电影《烈独》发布燃热大片 杨子的角色造型曝光 电影《烈独》中,杨子饰演英姿萨爽的缉毒女警 义正义邪,酷萨十足 《烈独》是一部缉毒犯罪电影 由高紫斌指导、杨子、王千元、尚宇贤、刘敏涛领贤主演 讲述《激独女警察伪装身份》 卧底贩毒集团的故事 故事以《激独女警卧底》为主视角 不仅展示女激独警察智勇双全 更展现一个女人柔软又坚毅的一面 此前发布的电影《烈独概念海报》称影片有望于2022年上映 各位网友,你们期待烈独吗? 娱乐圈有多现实? 邓伦无人理会,肖战三秒走红毯,张小斐站着吃饭 大家都说娱乐圈是一个大染缸 进去到里面的人想着怎么出来 而站在外面观望的男男女女 又想尽各种办法 挤破脑袋,犹如万人过独木桥 想着怎么才能进去 成为娱乐圈的一份子 也可以根据这个现象分析 出来一个因果关系 那就是,娱乐圈人际关系 错综复杂 更是存在着一个你知我知 被所有人默认的潜规则 那就是你红我才和你一起玩 你不红,不好意思 咱们不是一路人 更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可见娱乐圈的人与人之间有多复杂 下面说的这三位顶流明星女星 曾经不红的时候 遭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说实话,就连路人看了之后也都会觉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真的超级难受 我想,如果现在说起优质偶像 青年演员 当红顶流明星肖战 邓伦 以及在不久之前凭借你好李幻英一举多的金鸡奖影帝的张小斐 没有人不会不知道这三位明星艺人吧 如今真的是鲜花簇拥 掌声不断 每个人头顶上都是一大片明亮的蓝天 然而有谁能想到 在肖战刚出道的时候 邓伦还不火的时候 张小斐仍然寂寂无名 不被人知道的时候 他们他的经历 简直令人大跌眼镜 不敢相信 01没有红之前的肖战 被催促三秒必须走完红毯 肖战刚出道的时候 还不红 很青涩 在某次走红毯的时候 肖战还没开始走 就被主持人一而在 在二三的叮嘱了好几遍 必须在三秒之内走完红毯 如上图 为后面的大排明星艺人 腾出更多的时间 还有字 肖战出席活动 要在嘉宾墙上签名 留念 你敢信吗 主持人给肖战的笔都没有墨水 根本写不出一个字 肖战很无奈 但也没有办法谁让自己不红呢 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苦水往肚子里阴了 02没有红之前的邓伦 采访遭到媒体无视 面前没有一个话筒 这个动态图下图 看了真让人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特别特别难受 在不红的时候 某次采访中 所有的媒体都在旁边的男星面前 邓伦跟前一个都没有 看着挺委屈的 现在邓伦爆火了 不是别人来选择了 而是到了邓伦自己选择的时候了 以前是邓伦不红 别人不愿意采访 现在 这个顺序恰好相反了 是你媒体不红 没有影响力 人家邓伦也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 真的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没有永恒的不红 也没有永恒的红 做人留一份 日后好相见 03没有拿到金鸡奖影帝的时候 张小斐基本上不被大家所知道的 下图这个画面 相信很多人见过吧 这就是张小斐没红之前的待遇 别人都在坐着吃饭 而张小斐却连一个凳子都没有 只能站着看别人吃吃喝喝 你说 这是有多令人心疼呢 主办方真的就那么小奇吗 真的连一个多余的椅子都没有吗 我不信穷到这么夸张的地步了 不是没有 是主办方不愿意吧 理由很简单明了 不就是因为张小斐不红吗 但是现在呢 张小斐也非常争气 不负众望 凭借你好李幻英里面的精湛演技 一举拿下金鸡奖影帝 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证明 可以说是终于抬头了 扬眉吐气了 之前 孙希都不愿意对台词 现在 恐怕孙希不配了吧 肖战 邓伦 张小斐三未顶流明星的遭遇充分 说明了娱乐圈的建立规则和交往规则 你不红 我凭什么和你一起玩 你不红 想沾我的光门都没有 现在看看肖战 看看邓伦 再看看张小斐 哪个不是自带流量 自带话题 哪个不是顶流明星 哪个不是资源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娱乐圈没有长青树 大多数人都有昙花一现 如烟花 每在一瞬间 因为更新换代太快了 所以 请善意待人 指不定别人哪天就突然走红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言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